观众朋友们 由亚特兰大专业人士协会所举办的亚诚之春 一直是我们美东南华人们 在新春佳节之际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之一 经过了两年的疫情 亚诚之春在2023年重磅回归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ACP的曾会长 安娜副会长 以及亚特兰大专业舞蹈学校的魏东升校长 他们将向我们来讲述 我们今年的亚诚之春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那首先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那我们的这个春节活动 亚诚之春马上就要登台了 我想请问一下 咱们今年2023届的亚诚之春 现在筹备的怎么样了呢 现在我们一直都在紧锣密鼓的 在进行的每一步的这个工作 每年从中国请来国家一级演员 这个签证的这块业务停了下来 所以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挑战 但是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吧 现在我们就说虽然就是有一些有很多的这个挑战 但是我们还是有惊无险的请到了就是说不同的多位国内的这个国家一级演员和这个艺术家们 我们今年的亮点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有很多这个新的面空以外呢 就是说一些一线演员以外 我们还有我们亚诚这个同胞们点名重新邀请回到亚诚之春的这个一线演员和这个知名的这个歌星啊 然后呢就比方说包括我们的这个百变歌后 胡晓晴啊 然后包括这个吴春燕 这就是北京歌舞剧院的这个团长啊 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神俊的团长啊 这个香丹公主啊 还有这个南京歌舞剧院的姚云飞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嘉宾 如果是他的签证也最终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有在中国最知名的马头琴的这个演奏者 第一人 然后还有这个女高音张力教授啊 然后还有宋阳老师 所以让大家也可以这个继续期望着我们在那一天能够不见不散 正知这个时候呢 能够把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这个社团组织啊 个人啊 是我们的赞助商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都能够齐聚一堂 把这个亚诚之春呢 能够办得更热闹更喜庆 然后让大家又更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海外的华人 有这么一个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来一起来欣赏 我们今年像您说的 我们既有国内的非常优秀的表演团队 那我们在亚特兰大当地有没有一些很优秀的表演团队来加入我们呢 我看到我们的魏老师 我们的魏老师今天坐在了这呢 请问我们这一台晚会上和咱们的这个专业舞蹈学校有没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我们是三十年以来 亚特兰大专业舞蹈学校一直是作为一个合作 第三方的合作伙伴来承办这台晚会 历年我们都会提供我们比较优秀的作品 在这个亚特兰之村舞台上展示 今年呢会有两个节目 一个比较扣题的一个是春之园舞曲作为一个大开场 另外一个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 这个舞蹈是在国际上得过金奖的 叫水墨春秋 两个舞蹈 是现代芭蕾舞 就有的穿脚剪行 有的是中国舞蹈的元素 用芭蕾舞的动作来体现 所以会很惊艳 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光演我们自己的东西 也希望能跟当地人当地的文化相结合 所以这次呢 我们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想了个办法 怎么能跟西方文化相融洽一下 或者带进更多的西方人 到我们的春节晚会上 来看看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很有幸请到了这个 一个叫乡村country music band 一个乡村小乐队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新的尝试吧 是一个特色 就增加的 不光是celebrate我们自己的文化 但是呢同时呢 又有几个纽带作用 它其实在拖每一个人的 一个文化背景 我们要潜意识的 要让这个文化流入到 流入到这个美国的社会当中 流入到西方人的家家户户 这是我初衷 是的 就像我们为校长刚刚所说的 我们ACP不仅仅是为我们身在美国的美国华人 提供了这么一个可以再次感受 再次亲近中国文化和中华氛围的这么一个平台 同时呢我们也为主流社会搭建了桥梁 让更多的人不同族裔的朋友们都能够来知道 我们的艺术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的文化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也就是我们ACP一直所追求的嘛 对对对 没错的 就说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初衷 当初在我们在一起 就是说要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而且呢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 有更多的这个能人知识和更多的这个社团组织也好 还是这个企业也好 就是说有一大批的就是多年来一直都在不断的支持我们 默默的支持着我们 现在又发现了一些新生的力量 就是说如果说这台晚会的这个参与者 就是说还有一些不同的特色的话 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 所以我们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给他们更多的平台 让他们去更多的去欣赏到在海外的这个 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盛宴 因为毕竟远离祖国远离这个家乡的话 他们在这边除了学业以外 没有太多的这个这种文化生活嘛 是 对的 所以与此同时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 我们今年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想能够中西合璧 就是说让中美之间的这个文化呢 以这种艺术的形式来进行一次交流 一次这个同台的这个演出 所以就让大家感觉到我们实际上心灵都是互通的 文化也是互通的 文化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方式呢 让两国的这个人民呢能够互相理解互相了解 而且增进了认识以后呢就更好的去相处嘛 所以这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也是我们的一种使命吧 我觉得是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讲就说是一种荣誉 所以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啊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在等待了两年之后呢 我们又可以再参与到亚诚之春 再报名来参加我们来观看我们亚诚之春的节目 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应该如何报名来参加呢 这一回呢就是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都知道啊看到了ACP这个黑报啊 我们已经绿绿绿的在发啊 上面呢有很多电话号码大家可以打电话报名啊或者订票 也可以扫描那个黑报上面有二维码 你可以扫描预定票 然后呢我们会约好十加雷取票 然后也有也可以进群进到二维码扫进去微信群 我们你可以有些问可以可以问啊 有些迷虑啊什么的 我们欢迎大家啊来支持 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愉快美满的中国年 中国新年 那我还想再请问一下安娜老师啊 那我们今年这个票啊一共是可以可以发售多少张了 可以有多少朋友来看的 哦可能有一千多张吧 然后我们有A票跟B票啊 进去你可以选你自己的票位 你喜欢什么样的 当然也有VIP票啊 那这些都是你自己进去选择 即使我们办这么一场晚会说实在话也真的不容易 是源于我们社会以及社区各个方面的商家 Sponsor我们我们才能够为大家呈现这么精彩的这么一场演出 那我们目前的商家情况如何呢 我们商家的情况非常的这个不只是乐观的问题 而且大家都特别的踊跃 我们的赞助商非常的多 我们下一步还会有一个专访 是会就是主要是针对我们所有的赞助商 但是可以透露几个吧 就是除了夏天康律师的这个事务所之外呢 我们还有美国的商家 就是说他们有新的也有老的 像Georgia Power啊 然后像Crickson Academy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杰克兄弟啊 然后还有Web Partner啊等等这些 就是说还有众多的 其实在这里呢 我就一一的没有办法就是说都去提到 但是下一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赞助商 同时呢我们也也在感谢的同时 也欢迎就是说有更多的支持者和这个赞助商呢 就是加入到我们ACP的团队来 这样给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宣传 和跟我们一起交流 通台这个分享视觉盛宴的这么一个机会 好那么在最后您三位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们美东南华人以及美国华人说的呢 像我们舞蹈学校 为什么在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曾经参加过美国达人秀 也曾经获得这个中国中央央视电视台的 这个出台中国人的冠军 就是因为我们把中西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很衷心的希望社会上的所有华人或者是亚洲人群 能加入到这个或支持这些带有文化背景 文化特色的文化演出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交流 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公司与公司之间 就是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一个桥梁 我是希望我们ACP30周年 这个晚会圆满的成功 也给大家带来很多美美的祝福跟愉快 再次感谢一下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支持者 赞助商还有我们的会员 当然理事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我们这台晚会的主要的工作人员 也再次想感谢一下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其实我们是需要借助你们的帮助和力量 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盛宴 能够宣传到更多的角落 就是说更多的人群去 包括这次 其实我们还没有特别大力度的去宣传 但是已经有从外周的很多人 就是说要过来参加我们的亚诚之春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同时我相信就是说 在我们媒体朋友的帮助下呢 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 就是说来自全国各地 来与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新春家族 好 我们在此非常地感谢三位老师 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如果说是屏幕前的您 您也想要来参加 来观看我们亚诚之春的春节晚会的话呢 请联系我们亚诚之春的票屋组 那我们再次感谢三位老师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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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